來到2021年 我們的主要看法是在疫苗迅速在全球開始接種後 應該會有疫情後的復甦 對於很多舊經濟行業會有一個蠻好的反彈 或者我們稱為估值重股 對於很多原材料和商品的價格都會有提振作用 因為需求上升 銅礦和石油 即是傳統最基本的商品的價格會上升 所以就看好銅礦股和石油股 如果在美股方面會有兩個選擇 銅礦股有一隻叫FCX Viport Morin 全球首三大銅礦股 然後石油股就是有西方石油公司OXY 這間也是一間在美國第四大石油公司 和石油生產成本比較低 如果你說香港 主要我們的選擇就是 中海油883 因為比較看好它在之前的經濟制裁情況下 回落後和油價的折量比較高 另外如果說銅礦方面會選擇紫金礦業 同時擁有銅礦和金礦的 一間中國的抗業股 都是比較主流的 明年港股應該有機會突破三萬點 所以我們覺得明年港股也會向好 港交所是一個必然選擇 因為除了會受惠 整體的交易量之外 還有的就是有不少中概股 應該會加速來香港第二上市 甚至乎在美國那邊退市 然後過來香港上市 這件事也會對它有利好 再加上因為現在港交所都持有 完全全權擁有倫敦金屬交易所 正如剛才說的 商品價格會上升 其實都一定會利好 至於金融股的另外一個選擇 我在美股那邊選擇了支付系統 包括Square、SQ和PayPal 這兩間都其實是受惠 如果整體長期的上升 或者有加息預期 資金成本上升的情況下 會對它們做緊支付 以至一些類銀行 即是準備做銀行借貸的一些活動 它們那些業務的 我們叫做Led Inchance Margin 即那個淨利息差擴闊會很大受惠 對它們的盈利會有一個挺好的提振 新經濟行業方面 我們今年的看法 就不是覺得完全會下跌 或者今年完全全年都不會有表現 但我們就覺得選股方法 就需要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不可以好像過兩年 即一美看到新經濟就衝進去 我們今年的做法 就會選一些要贏面 或者發展比較有信心的行業 我就選了自動駕駛 現在有的選擇 即是可以送出的不多 只有美股為主 就是美股的Tesla 因為去年大家都認為電動車 很多公司都能夠做到 但能夠做到Level 5 即是完全自動駕駛 暫時應該只有Tesla可以做到 雖然這件事 即是直接去到商業化 都可能還要一兩年的時間 但一般而言 很多時資本市場 股價已經先行於現實 所以預期明年Tesla 都會有一個 挺好的上漲空間 而和它 自動駕駛最大的商機 就是我們所謂機械人的士 就是出租車完全不需要司機 可能翌日那輛車就會自動駕駛 這件事最大受惠 就是應該和Tesla拍檔的Uber 所以我們覺得這兩間公司 都應該明年要持續留意